2018年10月21号台铁普Yuma号发生翻车事故 酿成重大伤亡 总共18人罹难291人情综伤 让不少家庭一戏间家破人亡 虽然事故发生后行政院有启动调查 但调查结果都将噪音指向超速及关闭ATP 让驾驶员和部分罹难加速不服 因此运安会在2019年9月启动调查 针对完整解读记录器 补强车辆维修轨道信号调查 以及人员访谈这三个面向调查 而历经8个月后 初步真相今天出炉 这辈子我们有把他的每一个路段的线数 到他这个车速 实际的车速的表现 把他做一个对照 那么最后快翻车之前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车速其实都没有降 就是灰色的这一条 都差不多在140左右 那么到最后一刻 就是已经快翻车前大概一秒钟 他其实呢去做就是电门把手 他就把电门把手的强势往下压压到off的地方 这个图电门把手的讯号 这个黑色可以看到在非常短的时间 只剩大概一秒钟的 其实那时候车子已经翻了 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他也没有去操作刹车呢 实际上没有 因为刹车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自刃的这个把手 另外根据运安慧公布的事实资料 受到列车阻风棒故障影响 列车在出轨前70分钟 曾发生13次MR动力不足的情况 而且列车在出轨前1小时中 有12个时段 司机程不断操作速度 从0拉到140公里 反复次数高达数10次 运安慧表示 这个为台铁司机员遇到ATP故障时习惯会做的动作 而且司机员在列车ATP关闭第一时间 并没有主动通报 是过了30多分钟后 快翻车前2分钟才报告 因此司机员确实有通报 但不是及时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 是否显示司机员的讯联不足 以及对系统的熟悉程度 运安慧表示 会将其列入8月的调查报告重点 交通部长林佳龙今天也表示 会尊重运安慧的调查 也会作为参考以已经相关责任